看看新闻网 现在正在上海宣传我们的新剧 《我的儿子是奇葩》 佟大为关岳夫妻当首秀 就献给了这部电视剧《我的儿子是奇葩》 尽管是夫妻俩的首次合作 佟大为可不给关岳开小灶 对他要求稍微的严格了一点点 他经常用一个词叫大义面亲 说到这儿 关岳可是有大多苦水聊到 我刚准备拿手机要看一个短信啊 或者是未接的电话 他就会 就收起来 或者是就是在 灯光师在打光的时候 我会提醒他准备下场戏的台词 准备下场戏的魅力 其实这句叫做打是疼 骂是爱 尽管拍起戏来对老婆要求严格 生活中同大为度光月可体贴了呢 就连导演兼主演的汪俊 看得也羡慕嫉妒了起来 挺冷啊 他们俩要拍一场夏天的戏 就是冬天的环境 那大为对他就刚一拍完 他赶紧就把衣服去给他光月披上 稍微有一点什么就赶紧玩 而且光月稍微有一点什么 打个喷嚏累 所以这种他马上就觉得要休息了 要休息了 我觉得他们两人走得很远 有的人有夫妻我是看不好的 我是不看好的 但我觉得他们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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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结婚至今已经有七年的时间 不过同大为光月在戏里又找着了机会 重新谈词恋爱 更再度上演了回婚礼 七年后再批婚纱让光月欲罢不能 又拍了一次婚纱照 又那个办了一次婚礼 所以这事还挺好玩的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女生都是那样的 反正我就是一穿婚纱 我觉得特高兴 我觉得特美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什么时候我们再办一次吧 我是觉得就是可以穿成那样 然后组织一个大家的一个聚会 比如说十年啊 二十年啊 这个没问题 夫妻演戏有力也有力 要叫结婚七年的老夫老妻 演出恋时的娇羞 哲实难到了他们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太久了 然后就是导演有的时候要那种 就是刚刚有那种情愫的时候 然后还有害羞啊 不好意思啊什么的 得想一想回忆一下 对对对 这个是有NG的 导演说哎呦 你俩一看太熟了 这个不行不行 那能不能稍微害羞一点 好在两位演员都是专业人士 几番雕琢 汪振最终满意收获 哎林畅 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